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在游戏的Steam界面发布了开发日志 表示此次之所以选择较小范围的封策 是因为这样易于管理 也方便获得测试的反馈 对于后面较大范围的公测 希望大家保持耐心 等到时机成熟 制作组将会发布一份公告 详细说明申请参加的流程 在经过了10年的漫长等待后 奇卡2可算是离我们又近了一步 也许大家在年前就能玩到公测了 愿大家长寿 如果大家等不了的话 也可以选择在Steam下措期间 购买一份奇卡1 现在奇卡1的完整版大包 请收62元 里面包含火雨剑 战团奇卡1和两款DLC 分开购买的话也是好家 在今天的Steam新闻中 威慑官方整理了5月份的最热新品游戏 在这个榜单里 从开放世界动作设计游戏 到极致深度的现实主义模拟游戏 再到像素风的角色扮演游戏 应有尽有 这个榜单排名不分先后 只是按发行时间排序 里面包含了大空凑略单人游戏 工业崛起 像素风的单人角色扮演游戏 脏物与巫术 重置的超高清经典故事动作游戏 如龙骑2 剧情丰富的单人冒险游戏 威脸传说无罪 以及末世开放世界设计游戏狂怒2 和仅限VR的音乐节奏游戏 节奏光剑等等 本次威慑共举出了20款游戏 这些游戏都是威慑清点的质量帮硬的佳作 如果在今年下注期间 大家不知道买些什么的话 就以这个官方的榜单来做个参考吧 Steam特别好评的赏金追猎游戏猎杀对决 在今天宣布 将于8月20日脱离抢先体验模式 推出游戏的正式版 现实游戏的价格 也将从现在的29.99美元提升到39.99美元 过去的定价预计会从98元提升至140元左右 这款游戏拥有竞技式的PVP赏金追猎模式 也包含了大量的PVE元素 玩家在猎杀敌人的同时 也要时刻提防来自地图中 各种各样的魔物和怪物的威胁 不久前游戏也发布了6.1更新 包括新Boss新地图和十级种新武器等等 大家要是对这款游戏感兴趣的话 可以趁着此次下猝 用73元的价格赶紧入手一份 要不然以后可要涨到100多了 收获日2 这款经典的低人称设计游戏 在今年的下猝可是闹出了不少的乌龙 在下猝一开始 收获日2的定价是普通版9元 中级版38元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 Overkill要一折大甩卖游戏中级版的时候 制作组却突然宣布 中级版的38元是临时供定价 最后将价格提升到了正常的79元 然而今早的Overkill又变化了 一切都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在说到不少玩家的反馈后 制作组将收获日2中级版的价格 又恢复到了一开始的临时工价格38元 看来Overkill这也是学会了版本大佬的秘技 左右横跳了 收获日2中级版原价419元 现在仅需38元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买来玩一玩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款快节奏的动作战略游戏 这款游戏由碳工作室开发 是一款极具创意的战略游戏 游戏的背景在未来战争爆发后的世界 玩家们将化身为幸存者 用空甲展开了一场大战 在线上模式中 玩家可以进行1v1 2v2 和自剑3v3多人追战 或者合作对抗AI战斗 游戏结合了Dota玩法 包含了资源掠夺 机甲成长 军团建立等多重元素 现在下日特曼游戏新史第23元 推荐喜欢战略游戏的玩家来尝试一下 国产Drogelike类动作游戏 神明在上 在近日发布了游戏的正式版 此正式版除了性能优化和其他大量的调整外 还新增了全新的游戏模式 守护模式和完整的Steam即换式卡牌 同时游戏也调整了手柄操作的适配问题 一些设备无法进入游戏的情况 将在正式版中得到有效的改善 神明在上这款游戏可以算是国产游戏中质量上场的佳作了 除了随机关卡 随机道具掉落这些Rogelike元素外 游戏内特性和专属记忆的搭配 也促使玩家乐意去不断挑战 来寻求不同搭配所带来的趣味感 现在下日特曼 游戏实地价促销32元 喜欢以萨和传说法师的同学 不妨来尝试一下这款游戏 扫描屏幕下面的二维码 访问YCCG受买高折扣CDK和79折国区礼物代购淘宝店和微信小程序 BIM热像游戏和热门新品都在这里哦